你要问我为什么要入龙舌兰的坑 那绝对是因为它 第一眼见到时便颠覆了我对龙舌兰的认知 上世纪初美国的亨廷顿植物园 已经种植了一批原野虚空葬 经过大水大肥一代代的血液 虚空葬福克斯诞生了 它比原始的虚空葬叶子更厚更圆 体色也呈现出一种高级的蓝灰色 即便现在它依旧是亨廷顿植物园 最靓丽的一道风景线 它的国际名称应该是亨廷顿虚空葬 但被日本人引进时将名字搞错了 福克斯本来是一种黑刺窄叶的原始虚空葬 现在却被它给占用了 于是将错就错 国内也便将亨廷顿虚空葬叫做福克斯 这个物种在欧美市场 一度成为各个植物爱好者 和原艺设计师最亲爱的植物 因为传入国内不久 所以很难见到它的成猪 耐零下十度的低温 大气且中庸的造型 完全符合中国人的需求与审美 也是因为可以长到六十公分的体型 所以这么完美的物种 并没有得到资本的长度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它也注定在将来的庭院 造景中拥有一席之地 未经许可求 感谢观看